第二百五十六集 叶凡在上面答道 老丈 您无需如此 这十几个人中 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半大男子最为机灵 见到张五爷如此立刻明白了什么 赶紧跪拜 小仙人救命 帮忙我们吧 实在没有活路了 其他人也都醒悟过来 纷纷跪倒 陈大胡子要杀我们全村的人 小仙人 救命啊 一个名为二愣子的青年 更是用力磕头 额头都磕出血了 小哥救命 我姐姐被他们抓走了 肯定没有好下场了 现在为了缘 又要杀我们全村的人 他是痛哭流涕 张五爷也跪了下去 白花花的头颅碰在地面上 小仙人 救救我们吧 我们 真的没有活路了 短时间没有办法凑足五金园呢 那帮畜生扬言 凑不足就将我们全村的男人杀死 女人抓走 叶烟凡并不想惹什么事 但他最见不得弱小被欺凌 这是天性使然 他难以冷漠离去 老人家请起 他降落在地 将这个额头磕出血的老人扶起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 一群流口 无恶不作 他们没有十三大寇的风骨 专气弱小 这样的流口其实很多 但像他们这样的恶徒 却是少见 一群人又是七嘴八舌 说清了来龙去脉 这群流口没有固定的居地 四处抢员 动辄杀人 麒麟少女 无恶不作 按照他们的描述 这帮流口中 有神桥境界的修饰 尽管村寨中有修行的人 但也对抗不了 叶凡心思转动 这群流口四处截律 手中一定有缘 他大可做一个独行大道 专门抢这些流口 老人家 我问你 像这样的流口多吗 很多 像蝗虫一样 走了一批 又来了一批 北域所有地方都一样 非常的落 张五爷摇头 这也是一个村寨中 为何有修饰的原因 没有武力守护的话 出境堪忧 叶凡 双眼明亮 他觉得眼下的难题 彻底解决了 党先点了点头 张五爷 我与你们回去 多谢小仙人 多谢 多谢小仙人 这些人激动无比 再次施大礼 无需如此 你们不用这样 叶凡急忙阻止 在路上 叶凡向张五爷请教 问他为何能够看出 石山中有缘 那座石山 气势沉宁 顶部有林 山腰 如有石藤缠绕 此外 张五爷说了一堆 最后才说道 种种迹象表明 这是一块 内敛的心园 叶凡目瞪口呆 寻缘居然这么复杂 按照老人所说 甚至日月星辰移动时 地面的颜色变化 都要考虑进去 叶凡很吃惊 这么复杂 这仅仅是 最浅显的方法而已 寻缘确实深奥无比 需要观察山川地貌 明晓地下暗脉走势 有时还要与天上的星斗 对应起来 叶凡不得不惊 寻缘居然有这么多的道理 简直博打精深 您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 张五爷可是我们这片地区 最出名的寻缘师 张五爷看缘精准 很少失误 张五爷呢 却摇了摇头 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我只学到了皮毛而已 这门学问彻底失传了 张五爷的祖上是原天师 能够寻到原之龙脉 定住绝世神缘 不让他逃走 旁边的二愣子这样说道 原天师 绝世神缘还能逃走 叶凡吃惊不已 旁边一个中年人补充 神缘是有生命的 运在原之龙脉中 世人就是偶然发现 也难以捉到 按照我祖上的说法 其实并不是神缘有生命 而是封在他里面的生物 还有生命 什么 叶凡更吃惊了 一个凡人却对神缘如此了解 按照我祖上的推测 那些生物极其强横 就是现在的强大修士 恐怕也不是对手 张五爷谈及过去 没什么可以瞒的 我的祖上 就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个古人 从绝世神缘中走出 一声凄厉的嚎叫 一片山岭都崩塌了 叶凡心中凌然 浮想连篇 北域实在是太神秘了 这片大地有着太多的往事 地上虽然生机俱灭 但地下往事并没有完结 被封存了下来 您的祖上 对古生物有多少了解 了解不多 按照我祖上所留下的说法 那些神秘的生物在此域 是禁忌般的存在 最好不要总是挂在嘴边 不然容易发生不祥的事情 您的祖上是袁天师 身份似乎非同一般 居然知道这些密信 袁天师是一种称号 在北域那遥远的过去 没有几人 现在早已没有这样的人物了 叶凡他倒吸了口冷气 他对北域了解不多 看来 袁天师来头甚大 恐怕不是凡人那么简单 在北域 有一处先帝名为姚池 都恭请过张五爷的祖上 去做客 二愣子插嘴 什么 叶凡震惊了 去姚池圣地赴宴 如此看来 袁天师绝对是超凡入圣般的人物 能够寻龙脉 定神源 肯定不可想象 后来 姚池的人 没有来过你们的村寨吗 五百年前 倒是来过一次 可惜 早已遗失了上千年 后人 仅学会了皮毛 没有帮上他们什么忙 想来您的祖上 一定是非凡的奇人 他后来是在此村 安享晚年的嘛 叶凡觉得 袁天师超凡入圣 难以揣夺 故有此疑问 袁天师 对袁之密了解太多 必会发生不祥之事啊 太古往事 随岁月而逝 历史的尘埃 浸埋大地下 这就是北域 最真实的写照 岁月悠悠 生机勃勃的大地 变得一片萧索 昔日的种族 成为历史云烟 如今 北域只剩下 无尽的空旷与苍凉 放眼望去 无银的大地 什么也没有 只有单调的红褐色 实际其快速奔行 张五爷他们的村寨 在二百里外 按照这个速度 太阳落山前 可以赶回去 夜翻夜骑在一匹马上 与张五爷摒弃而行 认真请教 关于圆的种种秘心 千年前遗失 很多巡员密法 就此失传 张五爷很遗憾 谈到这件事呢 他就叹息 夜翻也有些失望 那绝对是一部棋书啊 他很想一窥究竟 巡员之龙脉 定绝是神缘 这种手段 惊是骇俗 一旦掌握在手 必将成为 圣地的座上宾 这部棋书 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十几骑奔行 留下了十几道烟尘 一个多时辰后 马速越来越慢 不过奔行了七八十里而已 并不是什么梁居俊马 体力很一般 突然 地平线上出现了七八骑 速度极快如一股旋风 即起冲天烟尘 眨眼 便到了眼前 这些人的坐骑 不是反马 街灵光闪闪 身高体长 很魁朔 这是龙鲤马 行体四马 身负清零 日行四五千里 不知疲倦 不好 是刘寇 十几人中 那个很机灵 名为王叔的少年 变色 都给老子停下 一个皮肤狠有黑的中年男子喝道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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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好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